这里是中广流星网的娱乐一世代 今天晚上娱乐一世代 来到我们节目的是林志炫 嗨 姐姐好 好久不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林志炫 非常的恭喜林志炫 又要重回小巨蛋了 对 欢迎你回到了今晚的娱乐一世代 今天晚上来到娱乐一世代的是林志炫 林志炫又重回小巨蛋 也又重回了娱乐一世代了 欢迎 嗨 姐好大家好 就在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叫 Writings on the Wall 这是我上一次在小巨蛋演唱的现场录音 我听完的感觉之后 这一轮One Tech 2.0 我的感受是 我现在唱的比以前会来的更好 真的啊 你是这样检视自己的啊 你知道我们听这个都已经觉得 哇天哪 这个人这么会唱 所以你有把握 你们再来小巨蛋我跟你讲 我唱的比这个更好 是的是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讲说 One Tech 2.0对我来讲 是准备更多 尤其是在5月20号台北首场之后 这中间经历了有19场的磨练 那我心想到了20场之后呢 我一定要把这个更好的再推荐给大家 所以会欢迎大家7月13号的时候到小巨蛋来听 比你现在听到的这个更好的现场 那我们不要再放歌了 我要听现场啦 对7月13号台北小巨蛋 这个One Tech 2.0又会再重返小巨蛋 那我其实就说因为今天林志炫来到娱乐艺世代 我们就精心准备了就是你个人历年来 太感动了 几乎都是你的最精华的作品在我们的现场 而且甚至于还有好几张是我自己都没有的 比如说非常特别的 如果不是因为你当时的电台单曲 对 还有电台单曲这个事情 很多很多 那个是唱片景气很好的时候 对对对 我记得我做过 这张就是我做的 你自己做 你们印刷场印的吗 对我们印刷场自己印的 然后就送给各个电台DJ 请他们帮忙播歌的单曲 我做过这个事情 然后呢 哇真的很满 包含我现在看到的 这张 哪一张 那一张是黑胶唱片吗 对这张也是 我自己非常开心 因为One Take这件事情 我做了其实 努力了相当久 那One Take这个元素 充斥着我的音乐生涯当中 而且One Take这件事情 变成你人生的追求跟目标 刚刚你们知道吗 林志炫讲的一段话 非常的有这一次演唱会的精神在里面 你们知道当时在台北小巨蛋的那一场是他的One Take的第一场 他现在就是经历了十九场再回到小巨蛋是第二十场 你知道他难怪很有把握 因为我又经过了十九场的训练了 开玩笑 这个是在逐步进步当中的这个过程我自己是非常开心的 那另外提到One Take这件事情 我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在 我也把上很多节目 比如说我们之前上歌手 2013年的歌手 跟2017年的歌手 我去之前我就已经做好了我录线上 就是录线上专辑的计划 我一口气都会开十首 然后希望在那个节目十首全唱完 对 然后我在我自己的概念就是 我在那个节目就完成了 录音 录音 One Take的十首的翻唱专辑 然后2017年 又完成了一张在歌手的十张的十首的翻唱专辑 我自己是把它收起来变成一个USB 然后自己当专辑听 对你当专辑听但没有发行 没发 但是时光音乐会这个节目 真的帮我做到了 而且还是黑胶唱片 这件事是我觉得很棒的 所以以后如果有各大音众 要找我去录十首歌的专辑的话 我们可以先聊一聊 对 就是说把节目的内容用One Take的方式 让他变成一张真正的专辑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就是林志绫的人生 基本上就是被One Take 这个事情给制约了 他只要开口 他就只要One Take 对不对 对呀 因为只有One Take 你就会做最充足的准备 在观众的面前 我就给你一次最完美 不用再讲了 就完美的一次呈现 当然就是到后期啦 我早期当然也经历过 唱片工业的录音室时代 早期的这些 比如说像 手情歌啊 萌莱莎的眼泪 都还是录音室里面 但是呢 比如说自情自炫 One Take 然后One Take 2.0 然后像True Life这一首 Studio Live 这些都是 现场录音 对对 都是一次过的 对 就是说现在 如果对林志炫来讲 要重回录音室 当歌手这个事情 变得是不是有一点 有一点好像就 要这样做吗 不如我们就还是One Take 没有没有 我还是会回录音室 比如说如果有 有机会的话 电影主题曲 O.S.T. 游戏方的那个委托 主题曲 他们常常都是要进录音室之前 要开录之前才订稿 我们练习的时间可能不够多 我懂我懂 对对对 那就还是要 就是进去 录音室比较安全 进去录One Take 录个十遍之后 挑一个最好的 这是林志炫做事情 还有他录音的方式 但因为他已经非常满足在那个现场直接的感觉 所以这次能够重回小巨蛋 待会在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要和听众朋友来聊一聊 那林志炫在这一次跟20场之前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待会他会跟我们朋友来分享 这次的台北小巨蛋One Take 2.0 欢迎你回到今晚娱乐一世代 现在时间是晚上八点半 那在今天晚上的娱乐一世代林志炫来了 因为他7月13号又重回 他的One Take 2.0台北小巨蛋 那这一次再回到台北小巨蛋 刚刚林志炫就说 当然是不一样啊 因为我又唱了20场了 我现在回到小巨蛋 这是这一系列的第20场 总是内容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 对 除了加歌之外 我还另外加了舞蹈 你要跳舞哦 因为就像刚刚大家听到的Feling Good 这首歌一样 上一次在Feling Good的时候 我是在台上站装唱歌 但后来发现从Feling Good以降的 很多这些快歌跟这些音乐 我觉得很适合把它可以编织成一个 在台上的百老汇的musical 所以因为是这样的概念 我当然就不能直接站在正中央站装唱歌 我就必须要加入一些舞蹈演员 然后在上面有一些戏份 有一些走位跟舞蹈演员有些互动 让这三首到四首 交织成一个连续的百老汇的 类似像百老汇的音乐剧 对风格 所以就跟上次不一样 也就是说这一场呢 练舞就变成了我必备的功课 也就是说这一场对我来说 除了练歌之外 还有另外一样 是我本来不擅长的东西 但至于到小巨蛋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表现 还是一个非常好笑的表现呢 我们大家7月13号就可以见分晓了 等一下我真的要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事情是林志炫自己加上去的吧 因为其实你做你自己的演唱会 你也是自己演唱会所有的导演啊 你也是自己的总监啊 对嘛 所以基本上呢 只有你可以要求自己跳舞 没有人敢说林志炫你要不要跳舞 对这是我给自己挖的坑 因为我就觉得feeling good 一夜狂欢 眼睛不听话等等等等 这些我为大家安排的非常 big band啊 jazz啊 broadway的曲目 这一系列 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剧情呈现 才可以有更完整的 我就站在上面就这样一直唱 我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所以这是我在台北常常加的 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呢 设定是这样 后来越唱越觉得 自己脚有一点痒 然后又觉得 你知道那个节奏感 对啊 连在一起 我怎么不可以 也稍微扭动一下 没错 没错 韻律来了 但是呢 你知道像我们很少跳舞的人 还是需要专业的指导 有当然有 所以就要去练舞 没错 所以接下来呢 练舞也是我其实准备演唱会当中的一门功课 对这会非常好看 但你觉得这样只有one check下来 够吗 过瘾吗 因为你录的是声音 我会想看影像啊 对啊 也就是其实这一场啊 其实我们在台北呢 我们准备好了 录音录影 全部都在 所以台下的朋友们如果到现场 说不定会出现在未来 我的这场演唱会的现场的镜头里面 对对对对 所以已经做好一个预备 大家这一次林志炫的演唱会 将会有一段累百老会的演出 你听到在音乐你就会想动 因为他在台上也很想动 所以他就决定去练舞 而且加了舞群 各位听众你现在听到这些这么好听啊 其实都是当时one take录下来的 就是在演唱会的现场就录音了 所以呢这些作品啊 基本上观众的呼吸是在里面的 是的 对啊 但其实我听到的都很干净啊 那是因为我在录之前 就已经跟台下的听众做沟通 就接下来我们是要进入录音的环节 这首歌要当着大家的面 我们一take one take录好 会出现在未来的专辑里面 你们就台下的朋友也会出现在我专辑里面 那我会加一个PS 但是是非常安静的你们 于是他们就完全配合我 全场安静啊 这真的是真的是很有水准的歌迷啊 是真的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moment 就是我们需要听到 是一个很干净纯粹的录音 所以大家也就很安静 那什么时候可以掌声呢 就当我唱完听到最后一个音结束之后 我会对台下比一个OK 然后他们才开始鼓掌 OK 对所以呢你看林志炫的粉丝 是不是真的都非常的有水准 训练有数 对 然后大家也很沉浸在这里面 我真的要特别谢谢我的知音们 你们真的是最懂我的一群 我有你们真的夫妇何求啊 好幸福啊 对所以呢 你做了这个20场到现在还继续在录音 这是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我觉得每一场的录音之后 如果说回听啊 都是对自己的一个回顾跟一个training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慢慢的越来越进步 然后于是呢 你就会开始回头听 我以前听的 以前录的那个东西呢 你就会自己觉得 我现在应该可以比那个时候更好 因为你如果没有录 没有录自己 其实没有办法做这么清楚的比较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林志炫的演唱会 就是要看第20场 一定最好 对的 欢迎你回到了今天晚上的娱乐一世代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点4分 这一次在台北小巨蛋的2.0 其实在那个语言类 刚刚我们听到广东歌 广东歌听说那一场是因为你在那个广州是吗 对在广州路的 所以所以就唱了广东歌 但在台湾基本上我们接受的各种各式语言的作品很多 你早期也做了很多翻唱 对对对对 那所以在这次会都把它加到歌单里面吗 有一些可以有一些没有办法 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神像 那我也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我也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在现场做呈现 但是现在来讲 现阶段比较有困难的是 就是因为神像是两个人唱的歌 对没错 我暂时没有请到黄霄云 对他也是非常优秀的歌手 对黄霄云跟你一起唱这首歌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其实是近期林志炫最新的单曲作品 对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作品 而且他的国风的一个呈现 然后我觉得我能够有这样对唱的一位对手 我觉得非常幸福 因为这首歌的表达来讲 在技术上在艺术上都算是非常连离尽致的一首歌 这的确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一首歌兼具了流行戏剧艺术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其实有一点跟这个戏的感觉很match 对没错 对不对 这是逆水寒的一首歌叫神像 那也是最近我在这个数位平台可以看到林志炫的新歌这样 对 所以刚刚讲的进录音室录音就像这一种 然后你还要帮那个黄霄云来配唱是吗 对对对 当时在这首歌的时候我等于是在线上 就是他在北京 但是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调整了一下他前面的一些戏腔 让这个有带一点点戏腔但又不那么戏腔 把它弄到是介于流行与戏腔之间 那么这首歌原来的概念就出来了 也就是男女对唱的歌曲里面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一条非常鲜明的旋律 拆开来是成立的 但合起来也是成立的 对因为听这个歌这个主题会感觉你有演这个戏 有感觉上 感觉你好像是这个戏的男主角 好另外还有一首歌 这也算是你一个很不一样的尝试 对因为这必须在那个节目里面才可以看得到 对当时 披荆斩截的哥哥的时候他们就让我们哥哥自由邀请组队 我当时就想过如果一个非常抒情的歌曲 跟一个rap合作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所以当下在分组的时候我就去邀了狗哥 而且花了一段一些时间说服他进到我们这一对来 然后呢于是呢在上面我就给了他一些我自己听的一些sample 然后呢慢慢的我们就在这首歌上面形成了一个共识 那对于这首歌的呈现我们双方都是非常满意的 因为这是我跟新加坡的一个编曲人Terence一起编曲的 然后的idea 那我认为这个配戏跟合作呢是我相当得意的一个作品 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欢迎你回到了今晚的娱乐一世代 一些时间是晚上的八点五十分 其实啊很多人觉得一件事情林志炫 林志炫没有老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忘了 对忘了老 对这一次还是叫这名字吗 我忘了我已老去 这个是这一次的巡演特别佳的标 在2020年1月11号之前 他是one tag2.0 但经过疫情之后再回来 我特别加了这个 我忘了我已老去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 我自己呢对自己的年龄的感受是有的 比如同样去爬同样的一座山 你现在就会比以前喘 这个事情是有的 但最妙的点就是 为什么我在台上却没有老 然后在台上甚至于还在进步当中 那这种反差我就自己问自己 后来归纳出一个原因 就是那应该就是在台上 你就忘了我已老去 好像是这样 这样的人生又真实又虚幻 但是他对观众来讲 却是每一次的演出都满足了 每一个人想看林志炫的那种渴望 谢谢 因为他只有更好 我去KTV一定会点这首歌 对对对 我一定点 我演唱会一定唱这首歌 对因为太重要了 其实很多人在今天听完了2.0会想 那林志炫你有那么多名曲不唱吗 当然唱演唱会那么长 对吗 两个小时20几首歌 所以该唱的都会唱 对 你熟悉的歌也会唱 也就是说大概你花两个小时 听我的33年 33年是包括优克里林 包括包括里面也有优克的歌 所以优克里林的歌 这次回到台北厂会有比较多吗 会比较多 跟内地的厂次不一样 就是在这边呢 优克里林的歌曲会多一些 会多一点 因为那也是很多人认识你的一个开始啦 对不对 那已经唱了那么多年的歌 然后你现在一直在one tag里面 然后你用这些巡演 证明自己一次比一次更好 在你的音乐世界这个生涯上 你有没有未来比较新的规划呢 我没有特别新的规划 我一直来就是顺从自己的感觉 就我当下我现在想做什么 然后我不会等到说 这个可能现在时机还没到 过一阵子也许会好 或者是我现在要凑一个什么热闹 不用 就是没有 他就是我就是顺着自己的想法 然后慢慢的去做 比如说像这张专辑原生之旅 在当时没有任何企划概念 就是因为曾兆元这个作曲者 持续创作者 他占据了我音乐生活当中的很多部分 对没错 他一生当中写的大部分的歌 全部都是我唱的 将近十五首 十几首 他里面是十二首啊 对 那为了纪念这样的一份友情 然后他也希望他以前的这些 散落在各地各个编曲的东西 能够回归到他原来的初心 就是如果以他来编的话 这首歌该长什么样子 他就是一个友情上的一个约定 对 没有任何企划概念 没有任何想法 我们说好了就做了 然后做了之后 而且这一年里面 他辞去了他自己本身的 在企业界CEO的职务 对 专心做完这一首 做完之后 他再回去上班 所以这就是一个 随心而为的一张专辑 对啊 这其实很艺术家的做法 我发现林志炫也唱了不少 郑华娟的作品 郑华娟已经过世了 我们觉得都非常的惋惜 那有没有可能在你的 这一次的小巨蛋演唱会上 会唱更多他的创作呢 会 我在这场小巨蛋演出上面 会有很多他的作品 原来是一个我非常喜爱的次序创作人 对你唱过他写的蒙娜丽莎的眼泪 少年有多情种 哇这些都是陪伴我 就是我专辑当中的重要时刻 一个是我优客领第三张专辑的主打 另外呢 是我同时也是我个人单飞 只有第二张专辑的主打 也就是他其实难过了 我音乐生涯两个阶段当中的重要时刻 好所以这次的台北小巨蛋 其实非常针对我们台湾的观众 我们台湾的歌迷 如果你有兴趣 他很快就来了 7月13号礼拜六晚上7点半 在台北小巨蛋 现在已经在卖票了 今天晚上的娱乐一世代 我们重温了很多林志炫的时期 过去现在还有他对未来随心的展望 对的 Follow your heart Do the best 2025年呢 我可能会重新再上一个 现场直播不休音 一遍过的音众 OK 好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今晚娱乐一世代 谢谢林志炫 谢谢 谢谢